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新首相约翰逊 目标让英国成为地球上最伟大国家 图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参考消息往7月27日报道外媒称 鲍里斯约翰逊7月25日首次以英国首相的身份 在议会发表演讲 承诺脱欧将使英国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这一表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过的言论如出一辙 据路透社7月25日报道 约翰逊曾被美国总统胜赞为英国特朗普 新首相承诺要与欧盟达成新的分手协议 为这个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注入活力 一扫特雷沙梅任内的阴霾 约翰逊说 我们的使命是在10月31日实现脱欧 我们的目标是团结伟大的联合王国 使之重新焕发活力 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约翰逊表示 到2050年英国有望成为欧洲最繁荣的经济体 这一发展成果将意味着英国经济必须遥遥领先于法国 同时超越德国 约翰逊承诺说 英国人的子子孙孙将过上更长寿 更幸福 更健康 更富裕的生活 报道称 英镑对美元汇率最近跌至27个月以来的新低 在约翰逊救人首相的第一天 英镑下跌至大约1英镑对1.245美元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25日报道 约翰逊25日在救人首相的第一天前往下院发表演讲 宣布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并承诺要让英国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在下院的首次演讲中 约翰逊一只拳头在空中挥舞 另一只手插进上衣里 俨然一副他崇拜的丘吉尔的作派 约翰逊发誓说 要大刀阔斧的打击犯罪 增雇两万警员 让自由住房变得承担得起 保护苏格兰渔场 减税 照顾祖辈 修建铁路 削减碳排放 为所有人提供高速5G网络 并把最美好最光明的事物带给英国 还要彻底修改移民制度 报道称 但他所有承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英国将在98天内脱离欧盟 其首相生涯的成败可能就在此一举 报道称 在议会大厅激烈的气氛中 约翰逊的反对者对他穷追猛打 他们指责新首相没有在10月底脱欧的实际计划 他的乐观全是纸上谈兵 光说不练 约翰逊对批评做出回击 指责那是失败者和悲观者的身影 他还效仿特朗普的戏路问道 为什么批评者不能像他那样对英国报定信念 报道指出 他的计划是威逼利诱 连哄带骗的让欧盟就之前和没用两年达成的脱欧协议 重新进行谈判 以达成一项新协议 更好的协议 又据英国《卫报》网站7月25日报道 在约翰逊为他希望达成的新脱欧协议设定科克条件后 布鲁塞尔予以断然拒绝 报道称 保障条款 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 荣克主席听取了约翰逊首相的表态 但重申了欧盟的立场 既已达成的脱欧协议是最佳协议 也是唯一可能达成的协议 荣克对约翰逊说 欧盟愿为政治宣言 一份涉及双方未来关系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增加内容 但要让欧盟考虑其他任何提议的话 条件是提议要符合脱欧协议 发言人还说 两人交换了手机号码 此外据德新社7月25日报道 欧盟官员批评英国新首相约翰逊好斗 因为约翰逊在议会演讲时指出 欧盟要么重新与英国商谈脱欧问题 要么将面临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前景 欧盟负责脱欧谈判的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 夜25日要求其他27个成员国保持冷静 坚持我们的原则和方针 表现出团结和一致 巴尼耶在写给欧盟各国领导人的信中表示 欧盟不会理会约翰逊提出的要求 不会为挽救脱欧协议而放弃爱尔兰边界保障条款 巴尼耶认为约翰逊的表态相当好斗 同时表示自己整个夏天随时可以 与英国会谈约翰逊25日在议会敦促欧 中盟领导人重新考虑拒绝谈判的立场 他还声称已要求 新上任的内阁大臣们把应对无协议脱欧当成首要 工作来处理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 明天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于2019年7月26日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